1月31日凌晨,歌手龚琳娜在微博上直言,春晚有很多人假唱,同时知名博主梁欢更发布假唱名单,称李李浩,苏菲马索,黄博,大张伟,梁家辉等大腕纷纷上榜。 龚琳娜写道,春晚很多人假唱,但是依旧有人真唱,请真唱的人一定要坚持,即使现场效果不及假的声音,但那颗心是最重要的。 当听到年轻歌手真实的声音,感受到积极向上的热情,其实能给人唱歌真的挺美好,但她并未知名道姓,引发网友猜测。 听出春晚有假唱成分的不只有龚琳娜,知名博主梁欢在微博上晒出一张真唱假唱的名单, 其中,李文,沙宝亮,张亮颖,林志炫,郝云,王正亮,陈慧琳,刘欢,张明敏,汪小敏,华晨宇,萧一航,李奇,荣登真唱名单。 让人惊讶的是,李敏浩,苏菲马索,黄博,大张伟,梁家辉,余成庆,杨坤,郭彩杰,韩磊,姚贝娜等大腕却纷纷上了假唱的名单。 对于这场假唱风波,记者询问了春晚负责人丁女士,她回应,我们现在在做舆情分析,如果有必要,我们自己会说话,谢谢。 网友们的反应则褒贬不一,有网友认为,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假唱的借口,坚决抵制假唱。 也有网友认为,其实假不假唱,明星说的也不算,别太矫正。 真伟斯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